你还要去 我下班了 哎 大华 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好 儿子 你今天没加班啊 没有 你再打手机游戏 书呀 你面公司要开优惠吧 要 会去拜访客户吗 知道 开个资料准备好了吗 客户需求了解了吗 资料没准备 需求不知道 你哪来什么压力啊 你跟他输什么压 你凭什么打手机游戏啊 爸 每个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 现在有很多事情 只要透过人工智能 就可以解决了 根本不需要像你那样 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啊 不要以为不懂现代科技 做业务不过现代科技 可以取代 你懂吗 家豪不懂 你就好好地教他 慢慢地教他不行吗 要多慢 教他五年教十年 还教他一辈子 不是我说你自己要有 忧患意识吗 万一今天爸爸垮下去 你怎么办 你问他 他可以成家里也可以自己 养活自己吗 他 爸 你不要把气出在妈身上 好不好 日子过得真快啊 儿子我学会顶嘴 你还在工作 还在联络客户啊 我就是随便上网看一看 想找个音乐网站 听听音乐 用笔电听音乐 跟用手机听音乐 玩游戏 都是消遣 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吧 先生 如果懂你的意思 其实刚才我不是在骂家豪 用手机玩游戏 我是在骂他对工作 漫不经心 我看他现在整个人 日子得过且过 我很替他着急 你懂吗 我知道 但是你不能跟他好好地说吗 不要动不动就像刚才那样 发那么大脾气 大华 我觉得你最近 变得很不耐烦 很容易发脾气 晓晓 女儿肯定是为了感情的事情 你刚刚说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大华 你心里 是不是有什么事没有说出来 没有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说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真的没有 那你一定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你有去医院做肤检吗 有 医生怎么说 他 医生其实没说什么 他就说我不是脑瘤 也不用担心脑血管阻塞 可是我觉得你还是一样的失眠暴躁 我再帮你找找更好的医生 我陪你去看医生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医生开给我药 我先吃完再说好了 我先去洗澡了 好滋味食品公司广告片 必须要在8月27号交片 那 我们希望在8月15号的时候 先看一次完成的带子 好滋味食品公司广告片 必须要在8月27号交片 七号胶片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是 千里达电动机车的广告 好自卫食品公司的广告片 必须要在八月二十七号胶片 然后 等等等等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刚刚说胶片日期在八月二十七号 你已经说三遍了 刚才你说第二遍的时候 我以为你只是强调这个胶片日期的重要 可是你又再说一遍 是吗 你是认为我们制作部 现在交不出来吗 我说了 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那什么意思 你解释一下 这重要的事情总是要说三遍嘛 对啊 对不起 是我拿错报告的资料了 方经理 请继续 是 现在 要讨论的是千里达电动机车的广告 在这方面客户希望以节能 环保为诉求 但最重要的是 节能 环保 还有绿能 最重要的是环保的部分 希望以沈游为一个诉求 然后 我刚才没有在大家的面前说什么 但是我要知道你最近为什么老是心不在焉呢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最近的事情多了一点 你的事情什么时候少过 是 我快退休了 总经理这个位置 董事会有问过我的意见 我这么说 不清楚的吧 是 总经理啊 我跟李林在里面都替你着急死了 有什么好急的 重要的事情不是都要讲三遍吗 你现在还可以说那么轻松 你没看到你里面的赵经理啊 他都已经子弹上膛 准备发动攻击了 还好老总没说什么 是啊 也就快要开董事会了 这次开会就要决定总经理一个人选 华哥 赵经理一定会在这段期间狠狠扯你后退 没错 你要小心啊 如果董事会相信那种扯后退人 那我看这家公司 也不必再呆了 我好像有点道理哦 反正啊 防人之心不可 包包细语 看家等货 好浪漫哦 家应该可以按你一百个赞 等一下 等一下 怎样啦 你跟他说你很man的跟你爸吵架啊 是啊 方家豪 你爸虽然很固执管你管得很严 但是他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不要跟他吵架好不好 你不是不喜欢我的优点吗 你还叫我不要听我爸的话啊 那你也不必呛他啊 那你也不必呛他啊 你有什么意见说出来就好 干嘛吵架 好啦 我知道了啦 我们好不容易都跑来看夜景了 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破坏气氛嘛 那你还跟我说你跟你爸吵架 不是吗 闭嘴 毛毛戏 放家灯火 好浪漫的 请你现在就闭上眼睛 点点头说你愿意 江少尾 江少尾 我真的喜欢你 江少尾 我真的喜欢你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没有你 我要做我自己 大声地告诉你 只要我们在一起 就是美好的ending